涉嫌犯下的三起运超车抢案的余一大道王渊被逮之后 后续的宪明奖金竟然闹双包 五年前魏丰保全曾经悬赏了50万奖金 但是现在传出有滑水哥跟肉羹扫两位宪明都是符合资格的 而且呢魏丰保全还一度传出因为公司合并因此拒发这笔奖金 但是今天保全公司澄清了 要等到警方调查厘清之后 才会把奖金提供给有功的宪明 余一大道王渊落网连同他犯下的三起案件一并宣布侦破 不过后续奖金怎么发却也成了大问题 其中五年前何库运超车抢案 被抢的魏丰保全宣布悬赏50万元 却传出可能不发了 那为了加速将歹徒神迹以法 公司愿意提供50万元破案奖金 给任何提供线索以及协助警方歹徒嫌犯 并寻回失款的人士 主要因为关键证人闹双包 华水哥跟肉根嫂其实都有功 不过华水哥只认王渊身份功劳最大 肉根嫂只认照片也协助办案 导致后续奖金瞧不拢 而魏丰保全也澄清 等待警方调查告一段落 该给的奖金还是会给 我们也在跟警方那边联系 对这个都还没定案 所以也不是方法的问题 而是要等警方那边确认好 警方调查动作一波接一波 隔了六天也将再度借提王渊 希望积压造成和外界的隔离感 能够突破王渊新房 供出更多的枪支流向 以及犯案细节